今天张哲瀚和龚俊的粉丝捐款已经超过400万,数额惊人,但是就在西半球睡眠时间,随着水灾一起来的还有网上的洗脑包,今天早晨已经遍地开花,虽然手段不见长进,不过这端水还是挺平的,枝子花和柑橘的女朋友消息几乎同时散播出来,说实话确实太长了,还都是老生常谈,人都没有换,而且图文配的一点都不生动, 挑动不起吃瓜的热情,不过瓜还是有的,山人们一向爱是真爱,损也是真损,一起来看看这次洗脑包中的山人文化,大家都觉得这次的洗脑包不够吸引人,有山人直接替他们写出了文案通稿,还有山人给出图文并貌的建议,这个图信息量太大了,当真可以做个模板典范,还有山人爆料说DVH是有女朋友, 不过黑子发的消息太旧了,现在的女朋友是途中美女,美艳众人,不可芳慕,还有微粉小姐姐们看到洗脑包心碎一地,安慰她的姐妹说半定,DV粉都不信,大家先不要焦虑,山人的态度被人当方向标,这感觉还是不错的。 有山人要求进黑子的群帮他们打磨一下业务能力,有山人在线收购因为洗脑包下山粉丝手中的俊哲以及代言商务的周边产品,当真会把握时机,还有山人提出质疑,如果DVH有女朋友,那高级项目的草莓是哪里来的? 这个山人对洗脑包反应的总结贴极其精准,笑死人了。 昨天俊子粉丝后援会已经就网传恋情辟谣,请大家关注救灾,不信谣,不传谣,有山人领悟到后援会从来没有就其他艺人传闻屁过谣,这算不算客道了,这对堂不是一般的敏感呀。 再来看一看张哲瀚新出的《浪凡七夕限定》系列的心动大片,不少姐妹看了广告已经心动不已,尤其是小哲手里拿的那款小小包,说不定很快又要卖断货了。 最后来看一眼俊子的出宫视频,今天没有前额刘海,还是一样的帅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